来到了领克的展台 今年的领克会发布他的PHEV的车型 那先看一下这个领克03加 这款车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 采用了一种限量的发售 现在已经发售了大概500多辆了 反正一游秒杀就一抢是空 非常的难抢 抢到了就是高兴的哭了 没抢到呢失望的哭了 反正里外都是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DMA is the basis for me to call. DMA is the basis for me to call. OK,领克PS EV3款品牌车型的价格已经出来了。 还是略显遗憾吧,因为领克05说是要来,但是最后也没有来。 成都车展是发布了PS EV家族啊,就多了一个新成员03的PS EV的版本。 那就只有等广州车展了。 这是领克展开的发布会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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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